在湖北中南部长江中游的北岸与孟泽东部的长江泛滥平原上 坐落着一汪透着宝玉一般温润绿色的湖水 名为红湖 地处温暖的北二代中尾渡南源 红湖运用着典型的北二代湿润季风气候 冬夏漫长四季分明 温和湿润雨量充沛 全湖南北高中间低广阔平坦 何取纵横交织水域兴罗其部 所谓红湖名如其湖 早在明代一书《嘉靖美阳志》中就有提到 下红湖那水湖河不分那无所泛滥沿岸 诸愿尽莫五愿不分 雨季洪灾不断故得名红湖 红湖湖湿地自古就有着高度的生物多样性 即使是现在 其中也尚有数十万某的沉水植物 亭水植物和浮水植物 它们和水域交融共生 让红湖享有美誉 水下大草原 据不安全统计 红湖中仅有鸟类就百余种 跃动鸟类数十万只 水下鱼类五十余种 红湖还包含着各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 茂密的水草区和灌丛区 也为数十种哺乳动物提供了保费的居所 不仅如此 依水而居的人们也从红湖中得到了丰富的自然馈增 1960年前 此地水产极为丰富 品质也文明天下 号称全国水产之都 单单一个红湖 产出了全湖北省50%以上的雨产 丰富的降雨 让此地成为蓄水的绝佳之地 六大排水干曲和138条排罐之曲 以及20座节制闸让红湖之水滋润了几百万亩田地 以及依赖他们生活的人们 作为国际文明的湿地 红湖湿地拥有着高度的复杂性 生物圈 水圈 大气圈 岩石圈 在此处绘成了复杂而有机的交汇 圈层内又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结构 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 可以说 红湖湿地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 但是 在数学和物理里 多样复杂 带来的僵尸不稳定 最精细的设备受到最小的扰动 就会崩溃 即使是生物学家尝试证明 复杂性会带来稳定性 最终也往往以失败结尾 上世纪 Berenbaum 一位昆虫学家 在试图证明复杂性会带来稳定性时 得出了令人窒息的结论 恰恰相反 在2001年出版的Stability and Complex in Modal Ecosystem 一书中 Robot在前人的基础上 试图做出一些突破 可是得到的结果也只是大同小异 复杂性只会让崩溃变得势不可当 但是大自然 却在用数不胜数的事实告诉他们 越复杂的生态系统 不论是所谓抵抗力稳定性 还是恢复力稳定性 总是更加强大 红狐就是一个鲜明的代表 在上世纪可持续循环理念还未提出的时候 红狐设的开发在目前看来是极具毁灭性 上世纪的红狐遭到了极大面积的维护开垦和水产养殖 总面积达到了整块设计的90%以上 其中80%的面积被用来养殖鱼业 远远超过了法定养殖面积 以及湖泊本身生物称赞能力 早期的迷魂症 电捕鱼 绝护网 而红狐鱼类在几十年内出现了断层性的暴跌 1975年后更是引进了本部属于磁地的水产 螃蟹小龙虾 不仅如此 随着周围城镇的建设 废弃的污水排入 让红狐水域污染超标 污水整体发滤 大量生活和农员用水的抽出 让红狐水域缩减约20% 直到建成保护区前 红狐湿地已然是一片小然 可即使是这样 红狐也挺了过来 建成跑护区后 红狐生物多样性由衰退变为军事 甚至在近几年内开始缓慢回升 水域面积不减反增 水体在重度污染的20年内 就恢复为了国家二级水质 并成上升之势 龙虾和螃蟹 在人为和当地本土物种的控制下 成为了红狐的主要水产之一 一片欣欣向荣之景 为什么 看下红狐本身 也许其中就藏有答案 大家如果学习了高中物理都知道 依靠电路上如果所有元件都是串联关系 每一个元件的出错率都会导致最后的风险增大一分 但是如果是并联关系 整体的风险将会低于任一套辩论风险 如果在每一个关键元件旁都并联上好几个备用元件 那么关键元件即使出错 也将有其他的备用元件可以抵替 整体上崩溃的概率将会达到降低 如果几个关键元件的备用元件中 也有相互的关联关系 稳定性将会进一步上升 但是过度的备用元件将会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 但是红狐没有这样的顾虑 红狐中生物圈 水圈 打起圈 掩饰圈之间是并联关系 它们各自作为元件 拥有着自己的功能 其中每两两组合都会成为新的功能元件 例如雪圈和掩饰圈的作用 能够形成土壤圈 以此两两为基础上 又会与第三个圈层形成有机组合 例如土壤圈和生物圈之间的结合 从而形成了复杂的网状结构 在这些网状结构上 湿地生态过程会成为这些元件之间的连接者 依靠它们 让各个圈层间和阵层内 都能实现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在这无数个元件中 又存在着功能相似的元件 这些元件就是所谓的备用元件 时刻准备填补之前的通路 而这些元件 随着时间尺度和地理尺度的抑制性 时而起作用时而失灵 但是无数的备用元件 让这个系统随时有着充足的通路 完成所需要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构成了一个稳定性极高的顺态 就像一幢部落开来十分稳定的大网 不论是输入还是输出 都有着无数条路径 如果看一下圈层内 红湖湿地生物圈的物种组存中 必有一些所谓的容易物种 比如红湖湿地的浮水植物中 有一种重要的植物叫做水和草 这种植物在水面上大迷得覆盖 能够避免阳光带来的大量热量 直接进入浮中 同时发达的根系 能够遍布浅水底的淤泥 它的消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这种植物有替补 水竹叶 当水和草灭绝 本属于水和草的生态位就会放出 水竹叶会迅速填补 引退它的功能 并利用它的一部分资源 保持原有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 如果看向圈层间 例如土壤圈和水圈 红湖湿地的土壤和水之间 有着无数条通路 不同层的土壤和水之间 形成的交互关系是极为复杂的 它们之间通过生物过程产生关联 如红湖土地动物的小龙虾 大表蟹 泥丘 它们在土壤中打洞 让水底土壤结构变得松散 死后的有机质又能形成腐质质 能够提高土壤保持水分的能力 让水底土层变成含有丰富有机质的淤泥 只有让莲藕和水 请留着良好的榨根条件 它们会固着水底的土壤 反过来又能减少水库流失 并且为湖中生物提供宝贵的食物 有些通过化学过程和化学过程产生关联 例如红湖土壤有着水下淤泥区 水岸泥沼区和岸上土壤区 它们不同的含水量和物质组成 能够构成梯度结构 让水中的营养物质和污染物 在通过其中时 能够通过物理沉积 化学反应和生物负质作用得到收集 同时这样的梯度性 让水流在不同的土壤区中 都能得到保存 土壤的多层次和丰富的组成部分 让其在二厘学上也有着优异的特性 能够起到良好的保水作用 倘若一个土壤层的消失 马上就会有其他的土壤层 一些功能填补 给予时间缓冲 从而让红湖湿地中的生物 通过湿地化学和物理过程 再一步产生出需要的土壤层 在更广的尺度上 由于红湖湿地的地貌 出现凹陷 其凹面平均的地理样貌 这块在前四季旧形成的山路 相红积和湖相存积的湿地 四周遍布的山林 能够吸收大烂的热量 从高到低 从冷到热 水面常年低温 整体上能够形成一个 良好的温度梯度 让红湖湿地 像一个有着无形锅盖的锅 让那些通过生物过程 例如植物蒸成水器 物理过程 例如地表蒸发水器 难以逃出 进而使得这块地方 常年云层聚集 降雨充沛 说到这里 我们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之所以目前的数学模型 难以预测 离不开以下三点 首先数学的证明是不会出错的 但是条件不足的证明 在面对特定的情况的时候 将会成为看似正确的面误 首先就是长期性 模型考虑的往往只是短期的稳定 而忽略了自然环境的长期性 其次是复杂性 模型是简单的 但是自然环境的意志性极高 并且在不同的局部 更是有着不同的自然元件 在尺度上低有大也小 最后就是混沌性 这表现在自然界的蝴蝶效应上 在每一个顺态 生态系统的某一功能元件 可能会暂时失灵 但是另一个功能元件 又在此时开启 构成了整理上的动态稳定 自此 数学模型在这一方面 暂时宣告失败 难道试图用数学的方法 来证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将会带来稳定性 真的就是无解的吗 目前 这个难题有了一条出路 基于大数据 通过摇杆的数学建模 海量建模 经验案例 一直分化 在原理上 基本可以通过它们一网打尽 也许 有朝一日 我们能见到这样一个 跨时代结论的到来 最后 再看看如今的洪湖湿地 正在不断恢复往日的美丽 我们采取的措施功不可没 但洪湖湿地本身的稳定性 才是真正的关键 在生物圈一号 生物圈二号 相继失败的情况下 我们人类还没有自信 建立出仅仅是地球之圣 洪湖湿地这样的复杂系统 因此 某种意义上来说 因为洪湖湿地的不可复制性 它也是脆弱的 倘若我们不加以保护 这个顽强抵抗的人类 摧残数十年的一抹蓝绿色 将会从星球上 愿意能被抹去